小鸟 娃娃又来看她最爱的小鸟了 娃娃 娃娃 超认真的 娃娃 你看小鸟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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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种的多肉 目前状况都还不错 给你们看看 我的这两颗饺子皮 本来是两个头一样大小 可是你看 现在却变成一个大一个小 这可能是因为我把它们剪开之后 我不是有给它们下叶片吗 这个下的比较多 所以它就比较小 这个下的比较少 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根系 应该是这个长得比较好 所以它吸收营养比较快 那这个呢 就吸的比较少 但是稳定成长中就是开心 那这个是昨天刚种好的小包子 双子贝瑞 目前都在阳光下 闪闪发亮哦 这是我的奶酪丹狗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颗昂斯诺 我想把这一颗还有原来的这一颗 种植在这个盆里 把它们合盆 这个是我原来种那个纸叠的 给你们看看我现在的纸叠 度完下之后 我把所有的纸叠 因为它们都变得很小嘛 虽然下面都是小老庄 全部都移到这个盆来了 全部移在一起 这里还不够 这里还可以 还可以种 但是就等它们冒小芽 再来 再来说 再来整理吧 所以这个 像台湾的这个益型盆 就拿来种这两颗昂斯诺 把它们合并在一起 动手咯 来帮这个昂斯诺托盆 你看 哇 控制的肝就是有这个好处 它这个都是心长的小白根 可是这个动过你看 就没用了 这些还是都是要剪掉的了 这些还是都是要剪掉的了 怎么办 什么 就有一点 不是 有点 它的 Mang它 不是 的 好了 这样就下去消毒 那这一棵之前种的昂芝诺直接就移过来就好了 这个就不用脱土修根 直接种过来 这个小芽草外 这当初我这个根也都是修的 很少很少 然后现在这些都是它新长出来 这样这一棵就好了 那另外这棵可能消毒好了 再来种 好了 已经晾晒好了 那根就修成这样 那直接就把它种在这里 这样子 过来就给它焊铺面 它这个铺面一样都是用这个麦饭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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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木一带咯 这是我的昂斯诺 好了 这样我的昂斯诺就种好了 好 虽然现在这个盆有点宽 但是昂斯诺一群生 等它这些 它长好了 长小侧芽就刚刚好 就刚刚好 然后我这个是属于浅盆 所以透气性 还算蛮好的 今天这个昂斯诺 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 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咯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好 好 有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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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